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10月12号星期六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我是嘉远 今天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结束 特朗普与刘鹤会面并宣布 两国已经达成一份涉及农产品和关税的 局部协议 河南一家庭教会牧师 因为反对抢拆十字架 被当局指控三项罪名 贵州民族大学退休教授黄春 因为在社媒上转发有关香港示威 以及六四事件的图片 被行政拘留15天 火箭队总经理的停港推特风波 是否再次印证中国已经长臂管辖到 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呢 谁是当今 世界科技的领跑人 有香港的女大学生控诉 在拘留期间被警察性侵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这次的亚太报道 美中两国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五结束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 两国已经达成了一份涉及农产品和关税在内的局部协议 中方近期释放了一系列积极信号 推动双方在部分问题上达成共识 以下是本台记者加傲的报道 特朗普周五在会见了中国副总理刘鹤后 对媒体表示 美中谈判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份非常充实的初步协议 中方将在农产品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而美国将推迟关税加征时间 这份协议将推迟原定于本月15号上调的 对部分中国商品的税率 作为回报 中国同意购买价值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并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 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 特朗普尚未决定是否会按原计划 执行于12月15号加征的新一轮关税 此前 美国计划在本月15号将25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从25%上调至30% 并于12月15号对1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15%的关税 特朗普周五一早发推说 美中贸易谈判正在取得很好的进展 与此前一段时间相比 双方都释出了更友好的信号 他说 大家都期待看到一些大事发生 在此之前 美国商会常务副会长博麦伦 在听取了两国谈判小组简报后 周四曾对媒体表示 两国可能会首先达成汇率协议 遏制中国蓄意贬值人民币的行为 几个月来 外界认为双方可能会达成某种临时协议 但特朗普随后表示 他更希望达成全面协议 伯麦伦周三在华盛顿会见刘鹤氏表示 贸易战只有输家 没有赢家 美国工商界不希望看到加征关税 刘鹤则表示 中方此次抱着极大的诚意而来 愿意与美方就贸易平衡 市场准入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推动谈判取得进展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认为 双方希望在此时达成所谓的迷你协议 是因为他们都不急于签署一份 人心所向的全面协议 他补充说民主党目前主导美国众议院 而特朗普并不愿意为了尽早结束贸易战 就中国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做出过多的让步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国内政治风险 外媒引述博麦伦说 他认为双方这次有望达成 汇率协议的意图之一 就在于促使美国政府决定暂缓 在本月15号上调对华商品的关税 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 李恒青分析说 人民币几个月来大幅贬值 主要是市场因素导致的 如果当局没有动用大量外汇购入人民币 任由市场决定的话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破八都是相当容易的 因此李恒青表示 两国达成汇率协议不成问题 但关键点仍然在于 如何确保中国今后不会反悔 除了汇率协议之外 业内人士期待美中双方 本次能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比如中国承诺采购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美国放宽对中国通行巨头华为的出口禁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本次谈判前夕 美方的一系列动作被认为可能会惹恼中国 美国商务部周一把28家中国公安机关 和协助当局监控新疆的中企 列入了实体名单 禁止他们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向美企购买零部件 次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对镇压新疆穆斯林的 中方官员实行签证限制 此外 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上周发推挺香港 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正因如此 金融学者贺江斌说 双方这次肯定会达成一份短期协议 对此 李恒青也表示 两国很有可能达成此类协议 他解释说 中共将于近日召开19届四中全会 届时会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过去七年的执政表现进行总结 他表示 刘鹤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暂缓下周即将上调的中国商品税率 让习近平开成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嘉奥华盛顿报道 美国职业篮球俱乐部火箭队的高管支持香港抗议的言论 在两国引发舆论风暴 这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所谓长臂管辖 美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做法有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敏感的政治问题 而踩到中国红线的外国企业以及个人的名单很长 有的不得不向中国道歉服软 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被看作是在21世纪 中国集权统治和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相遇交锋的战场 然而这一战场并不仅仅只在香港 近期一众海外公司因涉及香港民主运动等言论向中国道歉 被迫在商业利益和政治立场之间做出选择 NBA在星期五取消了布鲁克林拦网队 与洛杉矶胡人队在中国剩余热身赛的所有媒体活动 理由是让球队回答媒体的问题并实施转播是不公平的 此前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10月5日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推文 引发了中国官媒谴责赞助商撤离 以及美国政治家捍卫言论自由的回击 接着美国苹果公司也受到中国的批评 苹果应用城市商店里的一款香港即时地图软件 因为能够即时标示香港警察 与示威活动的位置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炮轰 苹果公司随即下架了这款软件 据彭博社的报道 CEO库克在指员工的信中表示 这款软件被用来恶意针对个别警员 侵害人身和财产安全 美国珠宝食品公司蒂福尼拍摄的中国名模 吴伟聪的参赛资格 董事报学表示 吴伟聪违反了该公司禁止玩家破坏自己的声誉 冒犯部分公众或某些公众群体 或损害暴雪形象这一竞争规则 除了跨国企业面临中国日益严厉的言论审查 各国的文化界和政坛人士也要小心翼翼 避开北京的政治红线 美国电视动画讽刺喜剧《南方公园》第300期 因嘲讽中国的审查制度而被中国政府封杀 制片人发表另类道歉说 就像NBA一样 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者 进驻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心 我们也是爱金钱 更胜过爱民主和自由 习近平看起来完全不像小熊维尼 另外香港中治秘书长黄之锋 本周日在脸书发布了 与泰国反对党领袖杰朗乐极的合照 引发中国不满 美国新闻网站Bernite News星期四报道说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于10月10号 批评某位泰国政客 借助港独团体的举动 错误且不负责任 杰朗乐极随即发表声明 与黄之锋拉开距离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 本周五批评中国对澳大利亚 进行网络攻击 介入澳洲内部事务 与澳大利亚价值观不一致 并说中国表现很差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10月11日发表声明称 有关言论令人震惊 毫无根据 中国日益扩张的国际影响力 和言论管制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警觉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 法哈德曼珠写道 如果在中国做生意的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成本 是用外科手术抽出CEO的脊梁 许多企业会非常乐意 提供单价和手术刀 曼珠认为 中国或许不是在输出 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 但通过大笔支出和贸易 它正在扩大自己 在全球的影响力 中国式的技术支持下的 监控威权主义 甚至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取代民主 苹果公司CEO库克 在下架苹果APP的信中提到 国际和民族争论 都是绵绵不绝的 但是他们不会统治真相 当中国挥动其庞大的 经济实力作为武器 试图构建大一统的 政治叙事秩序时 西方社会如何应对 参与在中国长臂管辖下 构建的话语体系 真相又将如何 被输写和保存 值得我们深思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河南新乡原阳县 家庭教会牧师李军才 因为反对抢拆十字架 以及拒绝将爱神爱人 改为爱国爱教 被控三项罪名 被告人的儿子对本台说 当局的指控都是莫须有 所有对其父亲的指控 都是打击报复 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今年2月20日 李军才牧师及教会信徒 四人被公安以涉嫌 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 第二天 教会的十字架 被原阳县宗教公安 及城管等200多人强拆 一个月后 除了李军才牧师 另外三名信徒 被取保候审释放 本周五下午 李军才的儿子李超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其父亲委托的代理律师文宇 到看守所会见了父亲 当局以三项罪名 指控其父亲 今天文律师见我父亲 我父亲的案件 还在检察院起诉阶段 听文律师说 可能还有一个半月 交到法院 给我父亲扣一三个罪名 一个是职务侵占 第二个是妨碍公务 第三个是销毁账目 现在是这三个罪名 2018年河南省政府人员 强拆十字架 导致几千个教会 十字架遭到政府强拆 进入2019年 河南境内的十字架 已所剩无几 2月20日 李军才带领的教会 被强拆十字架后 教会又遭插上五星红旗 李军才此前曾就拆十字架 和将教会的爱神爱人的标语 改成爱国爱教 提出反对招致被刑事拘留 李超说当局对其父亲的指控 缺乏证据 文律师讲的基本上都不成立 他们也非常清楚 如果说这三个罪名比较扎实的话 我爸的案子恐怕早已结束了 已经判刑了 等了这么长时间呢 是他们证据不够扎实 所以他们从各方面去搜集一些 与本案无关的 看我父亲拥有的其他方面 有什么事情的 想从另外一些方面入手 李军才案的代理律师文宇 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 他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一位了解此案的河南法律界人士 对本台说 当局指李军才销毁账目 但是家庭教会未经注册 也不被官方承认 因此指控无法成立 据媒体报道 李军才牧师所在的 元阳基督教会是当地最大的教会 拥有数座建筑物 李军才牧师早年在香港案例成牧师 在2013年他宣布脱离了当地的三字爱国教会 以地下家庭教会合为一体 共有800名信徒 元阳县当地基督徒 每年都会在元宵节举行大型的福音布道会 由李军才牧师为信众做福音布道 但自从李军才被捕后 他们已无法正常聚会 当地一位理性基督徒对本台称 李军才被羁押已近十个月 当局正在寻找其他证据 以便做出新的指控 本台三约上旬曾报道 李军才及马燕芳等人 因反对强拆十字架 被公安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 第二天中信堂被强拆十字架 该教会信徒表示 当局出动了近200名公安县宗教局 等政府方人员拆走十字架 并在教会内竖起一面五星红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曾经因为六四九案被判刑入狱 或是才半年的四川人权活跃人士傅海禄 近期被当局施压逼迁 当局甚至派公安抢行进屋 家属担心无处容身 决定把事件公开 希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六四九案中被判缓刑的浮海禄 近期再度遇上麻烦 他的妻子刘天燕 星期五向本台记者表示 今年七月搬进成都市 青阳区新居后不久 房东就找上门 说要解除租约 并暗示所在区域的派出所施压 这样做是迫不得已 说的是他多久就要过来收房了 然后在之前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 就是还找他谈过 希望我们搬出这个青阳区 这个青阳区呢 他的意思是就不简单的说 是我们从这一家搬了 又到另外一家重新去找了 浮海禄拒绝后 邦东和派出所一再上门骚扰 星期四 黄瓦街派出所警察更强行进屋 企图迫使浮海禄一家 马上离开 大概一共的话有十多个人吧 传就是说的是房东报的警 然后我没有报的警 警察局去 大家一起协商这个问题 没有协商好了 房东后面他又带人来 敲门又要进来 然后后面就没有给他开门 刘天燕强调 两夫妻一心挣钱养家 要的只是一片生存空间 没想过要给当地部门添麻烦 而当局却另有考虑 刘天燕决定把遭遇公开 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成都公民张云忠表示 浮海禄遇到的情况 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 每个地方都是不愿意接受的这种人 基本上派出所接到办 就把这种人让出租房的房主 就跟他们就不要签约或者毁约 把这种人赶出去 自己不愿意负责这些比较敏感的人 浮海禄是疫苗受害者家长 2016年六四事件 27周年前夕 他连同三名同乡 在网络上载卖酒海报 销售的白酒品牌 以明记8964为协印 被当局关押 接近三年 今年4月 成都市法院 裁定浮海路 寻衅滋事最成 判求三年 缓刑五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贵州民族大学退休教授黄春 早前因为在微信和推特上 转发有关香港示威 以及六四的图片 被以扰乱社会秩序 处于行政拘留15天 黄教授接受本台专访时说 他并非羁押在法律规定的拘留所 而是贵阳武警部队驻地 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黄春教授获释后的第三天 既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 他说 我是到现在还惊魂未定啊 我只是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 转禁了我第二十天的下午 去游泳的时候 半路被他们那个绑架了 送到华旗分局 把我脱光衣服 连内裤都 三脚底裤都给脱掉了 让我穿上他们的衣服 特别恶心 现年65岁的黄春 因多次在网络上发表 批评政府的言论 或接受外媒采访 受到公安警告 在中国70周年国庆前夕 他已被当局限制行动自由 也不准学生登门拜访他 黄春说 警方多次盘问他 在网上转发的信息 出自何处 黄春说 在花西公安分局 他被强制抽血烟尿 还戴上脚镣 手铐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何凡凡还盘问这位教授 于微信转发的 深圳莆田警察 去香港冒充暴徒 是出于何种目的 黄春说 贵阳市公安局 花西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指黄春使用推特和微信账号 多次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 混淆市厅 扰乱公共秩序 处已行政拘留15日 不过黄春说 他并未被羁押在中国法律特定的拘留所 而是武警部队诸地 该处是贵阳农洞堡机场 以乌当区交界处 那个地方就是靠着云岩区看守所 是武警部队的驻地 看到很多武警在那走来走去 听说那个关了上万人的那个地方 外面围墙铁丝网电网 把我关在那个一个叫感染区5-8的地方 我在那边离那些其他的犯人要远一点 他派了两个人来陪我 香炖萝卜白菜的 早上两个馒头 挺白的 那个白面馒头 黄春还告诉记者 他获释后要求公安出具释放证明 但遭到拒绝 他说 中国新疆设立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设有围墙铁丝网 而黄春描述的贵阳武警部队驻地 以新疆政治教育营有部分相似 令人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积压场所正在逐渐扩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美国创新问题的专家最近发表的新书认为 中国科技领域全面的创新时代正在展开 并且可能在十年内在很多的重要科技领域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但是有美国的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却认为 中国扶持国内产业的政策可能阻碍其公司的持续发展 而中国的生产率目前仅为美国的25% 需要几十年才能够赶上美国目前的水平 请听本台记者希望的报道 全球创新问题专家利贝卡·范宁 10月10日在美国民间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向学者和媒体介绍了其新书《中国的科技巨播》 并表示他研究了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金融科技、 共享经济、人脸识别、无人机、按需送货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认为中国企业在这些方面近几年来的发展 已经超越了美国的科技公司 作者表示他的新书还凸显了 源于中国的新商业模式 即多功能超级应用软件、移动支付、 人工智能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的商店等 范宁认为现在中国公司已不再模仿美国公司了 恰恰相反倒是美国科技公司在一些方面开始模仿中国公司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兴起 在这个新时代 中国公司不再仅仅抄袭他国公司的科技成果 最初成立的一批中国科技公司 都是由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和公司里学习并获得经验的中国留学生 回国后模仿美国公司建立的企业 苹果、脸书、亚马逊等都在中国被模仿 而目前中国一些新成立公司的运作方式也被美国公司所模仿 范宁介绍其新书之后 两位美国学者发表了他们对范宁书中一些观点的看法 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全球经济与发展高级研究员 大卫·杜勒表示 他当然对中国科技公司这些年来取得的发展和成就很了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上已经成为超人 例如中国经济的生产率目前仍然仅为美国生产率的25% 当然明白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是中国要想在生产率上赶超美国 还需要将现在的生产率提高四倍 即使美国的生产率停止不前 这也还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 而美国当然不可能在生产率上停止不前 中国经历了40年的发展 才得以把过去为美国4%的生产率提高到今天的25% 美国非政府机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科雷格·艾伦则指出 中国政府试图在各方面支撑国有和本土企业 但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发展政策最终将阻碍国内企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工业政策 与过去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做法很相似 但后来发现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 其实最终反而起到了阻碍国内公司发展壮大的作用 很多最终发展成全球性大公司的日本公司 并不是由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协助而成功的 而是靠自己成功的 中国政府应该好好研究日本的经验 利贝卡·范宁不仅是全球创新问题专家 她还是美国风投研究机构硅谷之龙的创始人 而她的第一本有关中国科技发展的书 也题为硅谷之龙 该书于2008年出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华盛顿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女生星期四在校长与学生对话会上 哭诉被拘留期间遭到警员性暴力对待 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名女生第二天又披露 曾经在奎永警署被隐藏的伪认证的便衣警察 拍打她的胸部 更指有其他的被捕人士在新屋岭拘留中心被警员性侵 香港警方只非常重视相关的指控 并已经启动了调查 请听记者吕希文海新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 周四晚上与学生对话 期间一名中大女学生吴同学鼓起勇气 脱下口罩公开身份 亲属在警方拘留期间遭受警员性暴力 更形容被捕以后是任人如肉 她哭诉直 现在仍然非常的恐惧 希望校长可以发出声明 谴责警方对于被捕人士施暴 你知不知道不止我一个遭受警方性暴力 你知不知道不止我一个遭受警方性暴力 其他被捕人士是曾经遭受不止一名警员 不分性别 性侵及虐待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拘留过程当中 是肉髓砧板上任人鱼肉 校长 我愿意鼓起勇气脱下这个口罩 请问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鼓起勇气 和学生同行 谴责警方对被捕人士 包括中大的学生施暴 进去后是任人鱼肉 他喜欢骂你就骂你 打你就打你 性暴力就性暴力 你是不能反抗的 周五早上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面补充 指事件是在九月一号在葵冲警署发生 他比两名女警监视如此 期间两个人望向他的性器官 又被一名男警拍打胸部 而上次的警员隐藏委认证 我记得他的样貌 但是我没办法记得他的编号 因为他是男的便衣警员 他身穿一件警察黑色背心 但是他的委认证是反转了 我站出来的原因很简单 首先编造这事情 我觉得根本不成立 我都没有利益 我为何要站出来抹黑你 警方周四晚上曾经在社交网站回应 只会主动的联系他 希望他提供实质的证据 吴同学指出警方发出贴文以后 他的电话受到来自于 中国大陆的电话号码支扰 影响他的精神情况 他更指出据他的了解 有其他被捕人士 在新武林拘留中心 遭到警方性侵以及性暴力 甚至被轮奸以及击奸 警方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应 非常重视有关严重的指控 希望尽快做出调查 但投诉警察克至今没有收到 有关在新武林拘留中心 或者魁冲警署内的性侵个案投诉 警方指出投诉警察克已经启动调查 主动介入 但暂时没有能够联系上受害人 呼吁大学校方陪同受害人 协助警方调查 并指会安排监警会人员观察会面 警方家庭冲突以及新暴力政策组 总督察张宝月表示 明白受害人需要极大的勇气 才能挺身而出公开事件 指警方会以认真以及具有专业敏感度的态度 处理所有涉及新暴力的案件 也有清晰的措施以及指引 无论受害人是否被捕人士 无论受害人是否被捕人士 警方都必定会尽量尽力保护受害人身份 及防止受害人再次受到伤害 我们也会公平公正调查有关指控 律师黄国同接受本台反问的时候指出 被捕人士如果遇到警方性侵 或者新暴力对待 应该报案而不是投诉 并强调报案是被捕人士的权利 他同时提醒警方的确可以向被捕人士收身 但被捕者可以要求回到警署才进行 并要求由同性警员收身 这是百分之一百一定是女性搜女性 没有可能由男性来搜 犯人也不行 更何况只是被捕 他一定要马上报警 这不是投诉是报警 已经不是投诉的事项 已经过火了 他也指出如果受到不合理的对待 应该向拘留所的当职员指出 然而现实大部分警员都没有编号 以及委认证等等 难以辨识身份 关注辅女性暴力协会就发表声明 指警察作为执法者应该肩负收集证据的责任 但鉴于目前公众对于警方严重失去信心 为避免自己人查自己人 协会要求政府必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相关的指控 协会也呼吁公众停止对世主进行道德批判 要求他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形象 避免对受害者带来二次伤害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就承诺 将会在一个星期以内 就警方暴力发出声明回应 而一群重大教职员 学生以及校友就发起联署 声援吴同学 声明赞扬吴同学勇敢发声 并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彻查被捕者对于警察的滥权 性侵以及行使施行的指控 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给社会一个真相 截至周五晚上 联署已经获得超过 一万八千名师生支持 旅游电台记者 吕希 文海星 香港报道 台湾的副总统陈建仁 10号晚间启程赴罗马教廷 出席丰盛典礼 他在登机前发表讲话表示 将代表蔡英文总统 邀请教皇方济各来台访问 陈建仁此行也被解读是为了巩固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陈建仁启程赴罗马教廷出席英国纽曼书记主教等五位主教先人丰盛典礼 他在致辞中指出 中华民国与教廷的关系紧密 政府与人民未来将持续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教皇方济各 协助教廷将宗教自由 民主人权 社会正义 世界和平 关怀弱势的理念 传递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这是陈建仁任内第三度率团参与范蒂冈的丰盛典礼 对于台湾有意邀请教皇来台访问 国际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员严正生 11日接受本台访问时坦诚 难度颇高 严正生直指台犯关系关键仍在中国大陆 台湾方面无法掌握 不过从他的观点来看 目前地下教会还无法浮出台面 过去殉道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或是教徒 还无法获得平反 而大陆还不断在镇压宗教活动 他认为如果中国大陆不松绑宗教自由 范蒂冈很难与中国大陆建交 要跟大陆建交这些问题不处理 叫他很难 但是我比较相信是会有一个 未来会有一个办事处在北京 就像他现在有办事处在越南一样 明传大学新闻系主任孔令信受访时解读 台犯邦交之间目前表面稳固 台面下教庭方面一直相当积极主动 但问题在中国大陆准备好了没有 今年三月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 当时罗马第一大报迅使报曾披露 虽然教皇曾向中国表达可以到梵蒂冈城外的任何地点和习近平见面 但中方透过管道向教皇表达时机尚未成熟 孔令信指出今年11月教皇方济各将访问日本 教廷方面一定会放话给北京 如果北京有善意回应 正式邀请教皇转进中国访问 这将会使中泛关系更进一步重要指标 因为教宗这时候如果说我想到大陆 因为到日本到大陆非常方便 那就是看习近平来源跟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那就是建交 孔令信说今年6月教皇还曾发布一个睦铃指导 鼓励地下教会与地上教会合一 但实际上地下教会有所反弹 香港退休书记主教陈日军曾提出质疑 该文件等于承认中国神父可以登记加入爱国教会 此举恐消灭真正的中国天主教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加拿大即将举行联邦大选 中国政府企图影响选举的案例实有所闻 加拿大香港自由组织推出了一个选民指引网站 协助选民认清那些与北京当局关系密切的候选人 请听特别记者刘飞的报道 这个网站名为询问候选人关于中国共产党 其主旨开宗名义就提到要发现加拿大人的真实颜色 加拿大香港之友召集人辛志芬说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透过各种方式已经在加拿大社会扎根 影响加拿大的价值观和生活 这是一个选民指引网站 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统战方式的说明 列出了许多参考问题 鼓励选民透过这些问题询问选区候选人 以判别候选人是否过度亲近中国 是否有捍卫加拿大的核心价值 辛志芬强调中国问题不仅是外交政策 它已成为国内事务 方方面面都受干扰 例如中国安邦集团2017年买下 北市省最大的养老院连锁品牌 结果2018年安邦出事了 被中国政府接管 如今等于是中国政府在掌控北市省的养老院 辛志芬说 中国对人的尊重和福利照护 和加拿大天差地远 岂能令人放心 他又提到各个校园都有中国渗透问题 别说是大学内的西藏新疆议题遭到打压 连农墙被撕毁 就连中学也受影响 网站上建议询问候选人的问题 共有30条 例如是否同意华为参与加拿大5G建设 是否国会应该仿效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一样 也纪念天安门事件 是否支持加拿大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呢 从中国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几年的陈瑞克 认为这个网站很实用 候选人的中国政策立场会是他投票的依据之一 他不希望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受中国操弄 上个月加拿大情报局透露 已发现中国政府企图影响联邦大选 有中国情报人员呼吁华裔加拿大人加入政党 并参与政党的志愿工作 协助立场亲中的政客当选国会议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在日益撕裂的香港社会 政治对抗越发的激烈 但港人最为忌惮的却是那个远在北京 可以随意操控香港命脉的中央政府 随着反送中运动的延烧 中央政府的语气也就越加的严厉 香港这座东方之珠命运将走向何方呢 请听本台视频组制作的三集香港抗争系列 第一集《从撕裂到抗争》的音频 解说和撰稿为王允 自六月份开始 在象征着东方繁华荣景的香港都市街头 规模空前的反送中示威游行 有愈演愈烈之事 香港社会已经呈现严重的撕裂 参与反送中的香港大学生戴维告诉本台记者 这次社会撕裂不是社会内部撕裂 而是我们香港彻底分化成林郑月娥 和她完全对她与死忠的一个香港警队 另外一边就是香港的社会民众 香港社会的撕裂并不是在今日才出现 而是在2014年占中运动雨伞革命中就已显现 雨伞革命的领袖之一周永康告诉本台 14年的时候是指对于北京他发出来的一个831的香港政府政治改革的定案 到底大家同意不同意 然后战中要不要战 那就分成了两大阵型 一个是所谓黄诗 一个是蓝诗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生 香港青年李源对近年来香港社会的撕裂分析说 不管是上一次的防御展运动还是这一次的反送中运动 其实都是香港政府缺乏合法性的一个表现 这些法律不能代表大部分的民意 事实上自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历次的民众抗议中 香港民主力量主要的矛头都指向了香港的政治体制 香港政治体制的突出特征是社会财富与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 这种体制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就已形成传统 港英政府时期 香港行政和立法机关的要职主要是通过委任 而占据这些要职的主要是工商界和专业人士中的精英 香港政府在二战后曾计划推行议会民主选举 但因时任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作罢 这个重要的历史细节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关于香港的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记载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孔高峰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 在港英政府后期 从1980年代起 香港开始在区议会推行直选 后来又在立法局实行间接选举和部分直选 但选举制度并没有改变经济精英主政的格局 功能组别等制度 以及民建年工联会等中共长期培植的建制派势力 都使得最终进入立法机构掌权的 多数是清中的工商界精英 1997年回归中国后 香港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 在形式上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 其中尤其是以港首的行政主导为特征 而这一体制依然缺少民主性 香港立法会多数议员和特首 都不是通过真正的途选产生 香港市民捍卫人权阵线发言人刘嘉宜认为 整个政治制度上面 比如说政府很明显 整个政府的组成 它就是以商家或者是清政府的人 去组成它的主流的意见 那这些意见没办法 让平民老百姓的意见可以进得去 然后他们做出来的政策 都是偏向商家 或者偏向一些既得利益的人 按照现行体制 港首是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候选人 并投票选举产生 但在1200人中 清北京的建制派占了六成 其中又主要是中共背景的资本家 工商界代表等等 由此选出的港首人选 还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才能就任 同时目前立法会的70个立法委员 无论是功能界别 还是地区直选议员 都是清北京的建制派超过半数 其中又有不少公司老板等实权人物 这种制度安排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 极大的有利于贯彻中央政府的意志 也造成财富与政治权力的高度其中 工商界巨头操控了香港政府的决策 周永康认为 因为生活在香港当中 他们十几二十几岁 他们已经觉得香港的社会政策 政府政策非常有偏差 他们买不了房子 他们基本上不觉得香港有什么工作的空间 可以让他们找到生命上的意义 他们觉得所有的社会政策 讨递改革的方案都是偏向大财团 不是位己普罗市民 香港从2011年至2018年 连续8年蝉联世界房价最贵的城市 在另一面 香港大学的毕业生月收入的中位数 却从1993年到2013年的20年间 下降了17% 一位香港市民对媒体表示 而且香港的贫困人口不断增加 香港至今仍有20%的人口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财富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 香港社会又一直保持着 英国殖民地时期建立的 法治制度和自由环境 若立法会无法体现民意 民众仍可以走上街头 为自身的民主权益无语乎 并得到法院的保护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问题专家普瑞哲 把这种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 却有法治和自由的制度框架 称为自由寡投制 但进入21世纪以后 这种自由寡投制 显然遇到了大麻烦 普瑞哲表示 香港的自由寡投制度 已经越来越无法维持政治稳定 防止政治冲突了 从1980年代 去议会直选起步的香港民主运动 进入2000年后便日胜一日 挑战着数大根深的自由寡投制 2003年七一大游行 民主力量更对香港本土体制 提出了明确的民主诉求 并在此后形成了 每年七一游行的惯例 2014年 由港府提交给中央政府的 普选方案 即831决议 未能满足民主派别的直选期望 终于亮成了席卷全港的 战中运动和雨伞和命 香港作家 齐悦维城的作者之一 蔡永梅 回忆战中运动时说 就丢了一个整汉弹 这个整汉弹 那个弹药 就是说那个拔起 那个战中运动的弹药 去访问他 他甚至认为是个黑武器 这个打下去 这个整汉力量很大 在自由寡愁制下 不仅政治冲突无法避免 连自由和法治的传统 也失去了根据 而这背后 还有北京政府的影子 普瑞哲指出 雨伞运动和2015年 政改方案失败后 我的理解是 北京政府开始逐步瓦解 香港的自由秩序 削减香港人的自由和法治 自2015年以来 铜锣湾书店老板被失踪案 到民主派议员被剥夺一席事件 再到今年 战中九子 被判公众防扰罪等等 都显示出 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正逐步遭到蚕食 尤其是近来引起广泛关注的 逃犯条例修订 蔡有梅说 参加反送中的大多数 是大学或初出社会的青年人 他们一度喊出了 玉石俱焚的口号 周永康指出 他们都会看见 香港问题有非常高度的 政治权力的不平衡 当中他们觉得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改变的话 那几乎上 香港是没有什么出入 也没有什么希望的 而在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输的 已经连续三个月的街头运动 对香港政治体制的不同方面造成了冲击 尤其是警民对立 引起了普遍的担忧 在8月11号这个周日 香港警察对示威民众的暴力镇压 又超越了以往的尺度 从小在香港长大的戴维 遗憾地说 与此同时 香港选举政治的版图 在悄然发生改变 建制派也认识到 香港市民对普选的期望正在升高 香港前立法会主席 民建联创党主席曾玉成 在接受香港闹新闻台采访时表示 这是写在基本法里的 要循序渐进 你不能永远原地踏步 而且香港大部分市民已经有期望 到今年7月 香港登记选民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400万 比去年多出了整整30万 达到15年以来的新高 其中有大批的年轻人登记为选民 表现出对政治参与热情的恢复 外界普遍认为 这可能对民主派 在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有利 相对而言 亲北京的建制派则恍恍不安 周永康表示 6月第二次的200万人大游行之后 其实建制派是非常害怕的 有些区员 包括新民党的区员 他们都有街坊跟他们说 我们这月不会投票给你 但由于中共政府在香港社会的全面渗透 民主派对此并不很乐观 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告诉本台 我相信中央政府跟特区政府在未来的三个月肯定会用尽所有可能的方法 都把这个区议会的选举看成很具指标性的一种要面对的问题 在日以撕裂的香港社会 政治的对抗也更加激烈 但香港人最为忌惮的却是那个远在北京 却可以随意操控香港命脉的中央政府 随着反送中运动的延烧 中央政府的语气愈加严厉 香港这座会要百年的东方之珠 命运将走向何方 世界正在注目 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视频组制作的三集香港抗争系列的第一集 欢迎您登陆本台的网站或者是YouTube频道 观看这一节目的视频节目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带你直击新闻现场 还原历史真相 突解天下大事 分享嘉宾观点 欢迎访问本台网站RFA.org 或在YouTube Facebook Twitter上搜索自由亚洲 谈赞不设限新闻无尽区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期待您的参与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包括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施奈德在内的协会董事会成员 星期四与香港警方代表进行了会面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10号发布的声明说 该协会曾三次致信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批评香港警方暴力对待报道反送中示威的记者 干预记者的采访工作 其中包括用胡椒喷雾喷射记者 用强光照射让记者看不见 阻挡记者的镜头等 董事会成员特别提到 早前一遭警方涉中诱言 导致永久失明的印尼女记者英达 另外董事会成员还向警方代表重申 出于职业安全的考虑 剧者不应该受到禁止蒙面规则的限制 声明还表示 警方代表称 了解到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担忧 同意进行内部沟通 希望该协会继续与警方对话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对此表示欢迎 湖南维权人士朱成志 星期五获准会见律师 维权网11号的消息披露说 朱成志表示自己一切都好 对收到朋友寄存的生活费感到高兴 同时也很关心外面朋友的情况 据了解朱成志被控自2010年以来 通过境外网络平台推特和脸书 大量散布严重损害国家形象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 起哄闹事 混淆视听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朱成志去年4月曾经前往苏州 祭拜林昭 被苏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其后罪名被改为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数个月后又被以涉嫌网络 寻衅滋事逮捕 这次的亚太报道我送完了 谢谢收听 祝你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